那依照契约内容来讲 我今天就把契约带过来 金融东岸商场合约数曝光 载明伟峰投资金额2.5亿 打脸金融市府先前声称的3.08亿 而且市府不只将伟峰的投资金额碰轰 声称变动旋利金每年可收取2200万 但算一算可能只有一半 连名嘴看了都只摇头 2200万的前提 是你要做到一年12亿的营业额 可是呢 伟峰在里面就已经直接坦承了 他最多只能做到6.4亿 只有一半嘛 只有一半啊 只能做1080万 少的谁要补 少的是你谢国良要补吗 那为什么人家net条件 比较好的状况之下 你偏偏就是要给微风 有人估高有人估低 重点是要看商场的种类 跟实际的情况 也难怪名嘴要质疑 因为照可约来看 微风预估20年 早交给市府的土地租金 固定权利金和变动权利金 是7.5亿元 但net光是过去8年 已经缴给市库4亿400万 net说他们投标的金额 一年是准备要给市政府7000万 多到快两倍了 计计要给7000 微风只给3800 请问谢国良 你为什么放弃 net租给微风吗 如果谢国良真的要自清 那没关系 我们议会帮你自清 我们就希望说议会做一个结论 把它送到 我们监察院去调查 外界一问一箩筐 也包括为何影韵绩效报告书 读缺112年 难道不看大日续约 真有不能说的秘密 市议员得不到合理答案钱 绝不会轻情放下 民事新闻这么报道